其實我上一次來馬來西亞宣傳應該是第一張專輯 第一張專輯好像歌迷發訊息給我 好像六年前吧 六年前 然後還記得有辦那個前唱會 對我記得那時候有辦前唱會 然後那個時候是趁著可能幫師兄暖場的時候 剛好來馬來西亞 記得那時候也待了四五天 做了一些宣傳 然後接下來就發第二張專輯 其實對然後第二張專輯做完 剛發完就疫情 所以就直接停三年 然後這三年陸續再重新寫歌 所以現在大家看到這張專輯是第三張 所以其實已經有兩張專輯的時間沒有來馬來西亞 那第二張專輯叫蟲洞 做的跟第一張的電子舞曲差很多 因為我自己原本以前是玩獨立樂團出身 對所以 那MP的四張專輯也都是比較多以電影為主 那我自己的第一張專輯其實也 有點延續MP的風格 因為那時候 我寫歌的方式也大概就是那個狀態 對所以可能自己也覺得這樣的東西玩的 玩多了想要做一些不一樣的事情 所以第二張專輯就花了蠻多時間去製作 那第二張專輯的歌就比較Bandsound一點 然後我記得在製作第二張專輯的時候 我幾乎每天都在錄音室 除了通告或者是演出之外 對都在錄音室製作 包括樂器的錄製 像裡面的鼓都自己去錄製 對花了蠻多時間的 本來想說很認真的去很紮實的製作一張專輯 然後做完以後給大家一個不一樣的感覺 就一發醒本來準備要開演唱會了 然後就疫情就開始了 好疫情開始之後 演唱會就先演起 然後那因為演出沒辦法做 所以就那個時間 剛好接觸到那個全民心運動會 就在花快一年的時間在 每天在運動 然後錄這個全民心運動會 那做完全民心運動會之後才慢慢的 才有時間開始寫歌 然後慢慢的寫 本來也沒有想過要發第三張 對 然後寫一寫 其實我第一張專輯 還是第二張專輯的書籤歌比較少 對 然後趁著疫情緩下來之後 花了蠻多時間 研究怎麼去寫一個慢歌 那這張專輯就多了比較多慢歌 然後從慢歌開始 才開始製作這張專輯 所以這張專輯的慢歌是比較多的 整個加起來就是 這個四年就是這兩張專輯 很久沒有來馬來西亞宣傳 然後還蠻期待 因為過幾天要去雲鼎 對 所以還蠻期待再次感受一下 馬來西亞的觀眾的熱情